因為那個遊戲地址 根本就不是我家的地址 然後那個地址是我完全沒看過的地址 驚險來潮想辦航空公司會員卡 累積里程數 這才發現自己莫名其妙 已經有了航空公司的會員資格 但帳號密碼都不是自己的 怎麼樣都登錄不了 打電話求證航空公司 這才發現原來是之前委託 購買機票的旅行社戴維申請了 然後你才發現是旅行社 然後我就想說 那是旅行社幫我辦的嗎 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然後個子就這樣給人家辦 我覺得這樣莫名其妙 經過查證之後 這才知道 會員卡是今年1月有旅行社辦理的 6月他發現之後 求證旅行社得到的答案 卻是他們主動幫忙申辦 事後忘記告訴當事人 如果你幫我辦 就不跟我講張 那你可能就是裡面唯一的好處 大概就是拿了里程數 因為主動要求 我們就不必去 不必幫忙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我們是以服務為目的 梁東雙方各執意詞 對此觀光局強調 若真有旅行社代辦會員卡 沒告知 有違反個資法的嫌疑 查證屬實可能被除兩年以下 有期徒刑 然而投訴民眾會這麼在意 就是因為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 能夠兌換免費機票 有人會在網路上賣 這個他的一般 現在大概是五折左右 旅遊達人表示 除了兌換免費機票 里程數還能買賣 市價1萬里 可以賣到5000元左右 因此一旦個資被莫名利用 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被辦了會員卡 還有可能被別人收集了 里程數 當事者卻完全不失情 真的是超傻眼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公司的大壇 他希望的金牌 教育 英俄 學職 教育 學職 法國